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爆小編 歡迎收看自由3C科技頻道的開箱單元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主角是 Google 在9月份最新上市的 中階手機 Pixel 4a 主相機搭載的是市場上小見的單鏡頭 主打的特色是擁有媲美旗艦機款 Pixel 4的拍攝性能與體驗 而且售價只要12000元有照 可以說是目前市場上現在話題最熱夯的中階手機 同時也是Google Pixel手機歷代推出以來 價格最便宜CP值最高的機款 到底它有什麼厲害的過人之處 就讓我們一起來開箱看看吧 這次Pixel 4a就只有推出一款黑色 盒裝設計維持一貫的極簡風格 內容包括有手機本體 支援18W快充的充電頭 Type-C傳輸線 以及Type-A to Type-C的轉接頭與退卡針 第一時間拿到Pixel 4a實機 感覺就是真的非常的輕巧 它的重量僅有143克 單手就能輕易掌握 握感實際的體驗頗佳 外觀設計部分 螢幕採用的是5.81吋的OLED面板 跟歷代Pixel手機很不一樣的是 這次Pixel 4a機身正面 首度採用了開孔式的設計 內建800萬畫素的自拍鏡頭 相比去年推出的5.7吋 Pixel 4旗艦機款 螢幕尺寸雖然只有相差0.1吋而已 不過機身上下左右都採用了幾窄邊框的設計 也讓Pixel 4a的螢幕瀏覽面積變得更大一些 這次Pixel 4a機身頂端保留了3.5mm耳機孔 電源鍵則採用了淺薄合綠色的設計 頗具辨識度 機身頂端配置有Type-C的接口 並且還內建有立體聲的雙喇叭 為追劇、聽音樂帶來更加的聆聽體驗 機背設置有實用的指紋辨識器 左上角的單鏡頭主相機搭載F1.7大光圈 Sony感光元件的1220萬畫素鏡頭 跟旗艦機款Pixel 4的主鏡頭是相同的規格 差別只在於Pixel 4a少了一顆望遠鏡頭 Pixel 4a的相機拍攝功能部分 大致上也都跟Pixel 4旗艦機相同 最受好評的優點就是延續了HDR Plus 與雙重曝光的控制功能 在拍攝取景的當下可以依照你個人喜好需求 用拖曳滑感的方式手動調整畫面亮部與暗部的深淺 獲得最佳拍攝效果 此外內建前景深效果的冷像模式 與強悍的夜景拍攝模式 在實際的拍攝體驗與畫質效果呈現上 也都有不輸Pixel 4旗艦機的高水準表現 特別一提的是 雖然Pixel 4a沒有望遠鏡頭 但靠著Google強大的AI遠善法與影像處理軟體技術 不論日拍或夜拍即使放大倍率到7倍的情況下 也能快速輕易地把遠處的景物捕捉到眼前 畫質的清晰度與色彩表現也都不讓人失望 比起同家為搭載三鏡頭或四鏡頭的中階品牌手機 Google Pixel 4a僅靠著單鏡頭優異出色的拍照性能 確實令人令人相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蘋果在今年上半年推出了售價1.45萬元的iPhone SE 主相機同樣也搭載1200萬畫素的單鏡頭 成為國粉目前入手iPhone手機最便宜的首選 以購機預算落在1.5萬元來說 Pixel 4a比iPhone SE便宜了2600元 這兩款手機各有優缺點 該怎麼選才好呢? 如果你是喜愛玩手遊的話 建議可優先考慮搭載旗艦級S3晶片的iPhone SE 在遊戲效能的表現 會比Pixel 4a內建高通S730儲洗器 有更上一層樓的體驗 熱衷用照片記錄生活 對手機拍照性能特別重視 那麼配置5.8吋偶類螢幕的Pixel 4a 會是最佳的選擇 而且它的內建儲存容量也比iPhone SE多了一倍 此次我們也實際做了兩款手機的拍照比較 從照片中可以看到 在一般光線充足的條件下 基本上兩款手機都發揮很不錯的畫質表現 不過當在拍攝夜景時 Pixel 4a照片呈現的明亮清晰度與細節層次 都明顯要比iPhone SE略勝一籌 另外在這邊也預告一下 Google即將要在10月初發表兩款資源5G上網的 Pixel 4a與Pixel 5 新機 不妨可以暫時觀望一下 等這兩款Pixel手機的規格與售價公布之後 再試預算需求來做選擇 以上就是為大家帶來Pixel 4a的開箱實測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